东周田氏戴琪及三代立纪下学功 纪下学功无官首无言则 诸子百家争 治乱之事便苍生天下 为墨子及康平二者未尝涉言 即至 巨子已知纪门 欲见功下纪酒 莫家门人于城外 言巨子至 欲见足下 哦 巨子 此时此刻此地 来得只怕并非巨子 见过记久 常文门人不得见于齐桓公数载 不知何故敢请记久赐教 放肆 不敢 只为相问何故无之门人不得见于齐王 而康平独占国之治 既就偏心呢 天子尚存 国之治不过天下之余 尔等之治何故距于此地 诸子百家 莫举不过百家之一 尔等之治何故得见齐王 常文康平独占国之治何故得见于灵之洞 以死为天下律 好一个康平独占国之治何故得建于灵之施 尔等我侯造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 凯之以立 红之以发 先知以致 好 这边其实会比较难打 哎呦 我蜘蛛没按到 庄子便切以为雷霆之阵 宾伏四方 便是诸侯剑 以为如何 好一个诸侯剑 然此言前 说见第九诀 上法原天 抵顺三光 下法封地 抵顺四十 终和名义 既安四乡 多不蝙蝠而听从军令者 如此 而等你为如何 然后原本啊 呃 等一下 原本招幼的那个 变成龙之后的语音啊 还是他原本人形的语音 然后这次又好 有改掉 这个我蛮确定的 跟之前不一样吗 要好 有意思吗 不 在这些游戏里面 , 个人 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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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 那便以天子剑相论 请 切以为当今之事 淡于阴阳 万物之序各依其法 天地有形 寻其规制 如此 十亿在此律之内 请 天地规制 不若万物自有其之变 造物自有其之念 念动者 不得其之本心 非其念者 感党 哎呀 睡觉 怎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戒酒 你输了 尔等遇见齐王 便以为此人将从尔等之愿 为尔等寻天地之律 此事不劳祖龙费心 指望足下受约 如此 既久之位且让于尔等 只看百家之年存续何许 天下大统之年 尔等之幽黄屈牧时机关之能 只怕 尔等阴司 真以为不见为于天下也 这就不劳费心了 天地之大 足下以为 我等为何选中其地 为何一直念此边缘之地 此地语开天幕 令尊神将冥界有何干系 你我二人所致冥界 是趁天幕之开 天幕动开四尊十律 十律之下乃有生死 是 此国内有泰山 据传乃忘川之言 地脉一始 此中获有计可循 你受我天下地脉的所在 要我应承 千年后不得进入绣药之阵 否则魂灵俱灭 可今日我便能成将药之仪 够连二戒 于天国主 你这所谓的千年之约 又有什么意义呢 霍庸 你来了 将药之仪最后的日药分洞 在今日应当就会完成了吧 只需一次将药之仪 又借于人世间的通路 就将永远打开 届时你与我便算是完成了 尊神交语的使命 你还在想那些事吗 也与你说过了 无论如何 我们都是不能背叛尊神的 我们只是他手中的人偶 他能创造我们 就能轻易地毁了我们 依照尊神的意志 将幽吟带回这个世界 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宿命 我只是不愿 不愿这个充满了生机的世界 被黑蓝色的幽界所笼罩 再也没有清晨的日出 再也不见灿烂的晚霞 只会像幽界一般 只剩下沉寂的死灭而已 兵力 你怎敢 纪使大人 纪使大人 不好吗 汉军 汉军冲杀进来了 放心吧 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 不会忘记 我是你的见识 不论你的决定为何 我都会倾然 跟随你到最后一刻 是继续身地